我说 搞教育的人 首先的理念 你要肯定 人之初心本善 你真正搞教育 你一定肯定 人心本善 这个善不是善物的善 这个善是个赞叹词 美好圆满 一丝毫欠缺都没有 这叫这是善 不是善物的善 也就是华言经上所说的 一切众生 藉由如来智慧得相 那就是中国人将的本善 这个要承认 然后你都要相信 信相敬 习相遇 每一个人的本性是一样的 那在佛法讲 每一个人本来都是佛 在我们中国传统里面 人人都本性都是本善 都是相同的 习相遇 为什么会变成不善 习信 习信 你受到环境的任务 中国古人讲 静诸者赤 静默者黑 你跟善人在一起的话 你就变成善人 你跟卧人在一起的话 你就学坏了 你变成卧了 这叫习信 这不是本性 那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 教育目的是 让你从习信回归到本性 这是教育啊 教育要把卧人变成善人 要把坏人变成好人 要怕迷惑颠倒人 变成聪明智慧人 这是教育啊 学生不能叫把它开除掉 这教育失败 哪有这种道理啊 学生没有过失 你没教得好啊 你不会教啊 你怎么把爸爸教不好 怪罪学生呢 那你大错他错了 我跟他这么一说 恍然大悟 你看看 这东西 在在伦敦几个学校里 在伦敦几个学校里 汉学学没有人不读的 最高指导原则 所以狗不教 现在行 教育的思想 从这发生 你一定要教 你要不教 他越变越坏 人是教的好的 人也是教的坏的 人变坏了 你决定不能怪他 你把他教坏了 来看看 我哟 阿在 我哟 敦准 哟 你们 蛟